皮笑人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Keki 今天就是各位引頸期盼的 盲魂世代Drama人兒包 沒錯我自己也很意外 上週禮拜才跟大家介紹完這個節目 沒想到盲魂世代又出新極速了 那今天呢我不會跟大家講解節目制度 因為之前影片已經介紹過了嘛 所以還不清楚的觀眾 可以先到右上角點開資訊卡 去補一下前面的前導介紹 那為了以防大家忘記成員和他們的名字 所以我先快速的帶大家恢復記憶 首先是Diamond-Kerotten 雖然他們在艾草的時候配對成功 但兩人在墨西哥旅行時 因為Kerotten首度坦承他是雙性戀 讓Diamond很在意他為什麼一開始隱瞞 然後在激烈的爭吵後 這對也就此分手 Kelly跟Kenny這對算存在感不高 不過在婚禮日上Kelly拒絕了Kenny 兩人在節目分開後 Kenny也有了新的交往對象 Kelly依舊保持單身 再來就是盲魂賽的模範夫妻 Lauren & Cameron 兩人從艾草到婚禮日的發展都非常順利 節目結束後 他們依舊延續浪漫的婚姻生活 再來就是Janina & Damien 因為Janina的名字比較難發音 所以下面我會直接簡稱GG 這對小情侶真的是非常戲劇化 雖然Diamien在婚禮日上拒絕了GG 但兩人在節目結束後還是有繼續交往 那Ember跟Barnette 還有Jessica跟Mark 這兩對要一起介紹 因為在艾草的時候 Ember、Barnette、Jessica 就陷入詭異的三角戀 Barnette最後選擇了Ember Jessica仍然喜歡 但Barnette的狀況下選擇了Mark 所以讓很多觀眾都替Mark打抱不平 Ember跟Barnette最後順利結婚 然後Jessica跟Mark 最後則是分手收藏 好!那恢復完記憶之後 在我開始正式討論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 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誤囉 精彩影片囉! 好的!首先就是震撼帶 為什麼Francesca會出現在盲婚時代呢? 抱歉我這集會特別強調Francesca的名字 因為在上一集 日報不能的時候 我就得到Francesca憂鬱症 就是一直狂背觀眾說 我的發音不正確 好啦!那回到正題 不管是台灣還是國外的觀眾 大家都非常的震驚 Francesca怎麼會出現在盲婚時代的新極數 那這就要先提到 Francesca和Damien怎麼認識的 去年8月 Francesca和Damien被拍到一張 疑似勾手走在馬路上的照片 很多人都相當好奇 難道他們在一起了嗎? 但是雙方都有發出聲明 否則謠言 Francesca也有拍影片解釋 其實是因為去年Henry的事 有一些法律上的問題要跟律師溝通 剛好她跟Damien和Barnett是同一個律師 所以Francesca才會認識盲婚時代的班底 然後她因為工作關係飛到達拉斯 剛好Damien也在達拉斯 所以兩人就相約一起吃晚餐 但這間餐廳排隊的人很多 Francesca怕在後衛期間 會被狗仔拍到她和Damien有什麼 所以就用手拉Damien到比較內側的地方 殊不知這幕就剛好被狗仔拍到了 好那解釋完他們的緋聞之後 觀眾可能會想 那為什麼在節目上 Francesca和Damien看起來這麼曖昧 其實我覺得很有可能是節目效果欸 因為在After The Outer播出之後 Francesca有發現實動態說 她並不知道當天的派對有Drasco Damien沒有告訴她 所以Francesca一如既往的穿的超火辣 出現在派對上 結果她的裝扮讓她一出場 看起來就像一個臭綠茶表 但我覺得要嘛不是Damien很心機 不然就是節目中很壞 這麼重要的拍攝場合欸 怎麼會沒有人告訴她Drasco是什麼 這不就擺明是故意射陷阱給她跳嗎 再來Francesca跟Damien 已經退追彼此Instagram好友了 而且Francesca也有發一個很有趣的現實 她說準備好來點八卦了嗎 意思就是萌維莎還有其他內幕啦 因為很多網友覺得她們只是利用Francesca炒話題 因為Francesca最近的交往對象幾乎都是女生 而且Damien長得也不像她的菜 所以我們就坐等Francesca會爆什麼樣的料吧 好這題其實我給不了答案 因為目前沒有人知道她們是否在一起 不過我可以給大家一些既有資訊 After The Outer大概是在2020年11月拍攝的 因為是她們的婚禮兩週年派對嘛 但是從派對結束之後 雖然Gigi和Damien仍然有追蹤彼此的Instagram 也沒有刪掉之前的合照 但是從今年2月的情緣節 她們就很少再有互動了 就連4月Gigi生日去墨西哥 Damien也沒有一起去 所以感覺兩個人已經漸行漸遠了 但也很有可能是因為跟Netflix簽約 在After The Outer播出之前 她們都不能有公開互動之類的 但是我還蠻想要討論Damien在節目上的行為欸 雖然我可以理解 Gigi每次跟她吵架都一定要大吼 她可能會覺得很煩躁 但是當Francesa問她要以什麼身分去派對的時候 她居然是猶豫的回答欸 這不就擺明要引人瞎想嗎 如果她跟Gigi真的還有在發展 那麼她要Francesa的行為 以及她在派對上跟Gigi的互動 真的是相當不尊重女方 所以我對Damien的為人是 保持一個超級大問號 在她Gigi的Outer播出後 Gessia在節目E-news上有提到 其實在婚禮日那天 她早就跟Mark協議好要一起說No 結果沒想到在婚禮日上 Mark背叛了Gessica 她先是在節目上營造被害者的形象 又私底下傳簡訊跟Gessica道歉 說她不該背叛Gessica 不過當節目播出後 呈現的內容完全是另一個故事 再加上Gessica跟Barnett夫妻的過節 根本沒有人願意相信她 所以當她後來看到Mark的劈腿事件 Gessica才會這麼生氣又難過 你妹妹做的這些事 也曾經跟我有過感情 為什麼還放任我被這樣批評呢 此外Gessica也曾在採訪中提到 她其實有問製作人能不能提前退出節目 因為當時她的狗狗生病了 Gessica還有其他的事情要處理 但後來跟製作人溝通後 她不被允許離開節目 所以Gessica算是硬的頭皮拍攝 不過幸好她現在也有了新的對象 對方是一名醫生 男人目前也正在同局 看起來也是蠻幸福的啦 我要先跟Barnett夫妻的粉絲道歉 接下來我要說的話不會很好聽 雖然我知道第一季 Gessica去挑撥 Amber和Barnett的感情很糟糕 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歡Amber的個性 首先是她的經濟狀況 在他們結婚之前 Amber有提到她還有學貸要還 而且她還失業經常住朋友家 我覺得失業或是有學貸 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覺得Amber對待她的財務狀況 讓我感覺她很不負責任 因為Barnett問她 那你平常都工作多久 她說我愛工作幾天就工作幾天 因為我工作是拿來享樂的 甚至在Aftage Outer中 Barnett卖掉房子幫Amber還債 然後目前她們是跟Amber的朋友同居 我覺得這一切也都太不可思議了 她們婚後會跟別人同居 就代表兩人的經濟狀況還不是那麼好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 Amber居然跟她媽媽哭訴 為什麼Barnett都不顧自己高齡產婦的狀況 堅持要等經濟狀況好一點再生小孩 小姐妳的邏輯對嗎 生小孩也要錢欸 沒有能力養小孩 對小孩來說根本就是一個折磨吧 更何況她們還有室友欸 你有想到妳室友的感受嗎 無時無刻都要聽小孩的哭聲 妳忙的時候搞不好還要幫忙帶小孩 再加上她對Jesca的態度 對 Reunion看她砲轟Jesca確實是蠻爽的 因為她就是有做錯事嘛 但是都隔了兩年了耶 Jesca該被罵的都被罵了 Mark的黑鍋也背了 妳還是不願意接受她 我覺得是個人選擇沒關係 但是Barnett根本就變成 Amber 2.0 新微劇只要跟她老婆一樣幼稚 Jesca要拿禮物陪罪順便祝賀她們 照理說再討厭她 不是應該要禮貌性的收下禮物 然後再快速離開現場嗎 但是Barnett對Jesca的態度 我覺得有更圓融的方式可以選擇啦 還有Amber 談戶Mark跟LC和Diamond吵架那一段 我也覺得蠻瞎的 妳的朋友都已經做錯事了 妳還一昧地談戶她 這根本就不叫義氣吧 真正的朋友不是應該在對的時候 給予支持 錯的時候即時的糾正她嗎 她那麼在意Jesca的搶她老公 卻不介意自己的朋友偷吃 那這邏輯不是互相矛盾嗎 不知道大家對Barnett夫妻的看法是什麼呢 我相信 After the Auto 播出之後 很多觀眾都很震驚 Mark的形象不是很好嗎 怎麼突然就變成偷吃渣男 不過關於Mark的偷吃事件 去年在國外已經吵蠻兇了 Mark因為在節目中 深情對待Jesca的形象 讓很多觀眾都覺得 這麼好的男生怎麼會遇到渣女 所以去年Mark跟女友生小孩時 網友都很替她開心 終於找到對的人 比想要忙完賽的另一個成員LC 雖然在艾草沒有配對成功 但她宣稱自己在2020年5月 和Mark交往快一個月的時間 但就在他們分手之前 因為Mark說她要去爸爸的生日派對 所以LC還載Mark到機場 結果隔天她在Ready上 看到Mark跟另一個女生在一起 而且女方過沒多久就宣布懷孕 讓LC覺得自己被綠了 那Mark的回應是 她居然是跟LC有約會過幾次 但他們並沒有真正在一起 是LC單方面覺得他們有交往 而且Instagram上有為網友宣稱 Mark在節目拍攝期間跟很多女生都有染 意外掉出Jessia的回覆 哇 這真是個新消息 我只知道一位呢 結果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 有越來越多人出面指控 Mark是渣男多次劈腿 甚至在節目拍攝前 甩了原本穩定交往的女友 所以這次After the Outer 她沒有出席 讓很多網友都覺得 Mark是不是坐賊心虛 才不敢出來面對 雖然不知道事實真相啦 但國外的風向確實對她很不友善 這題非常的精彩 先給她一個心理準備喔 首先 其實在艾草的時候 雖然節目上只有播出六對情侶的發展 但實際上成功配對的情侶 比節目主預期的還要多 所以製作單位選擇性的 挑了六對 他們覺得最有可能走到最後的情侶 但我覺得製作單位的真心萬概是 我們只想選擇有爆點的情侶啦 除此之外有其他媒體人爆料 在成員們進入艾草之前 他們每人每週都可以領一千塊美元 成員出艾草之後 每對情侶都能獲得一筆結婚預算 就連戒指也是節目主提供的 只是賺戒都是假的 如果要真的賺戒 成員就要自討要包 然後大家還記得Gigi跟Damian的結婚日嗎? 其實Damian本來想要在事前跟Gigi說 他們都不要說yes 但節目主有規定 他們在結婚日前三天 不能跟對方的聯絡或是見到彼此 所以Damian才沒有辦法跟Gigi說 因為Kelly跟Kenny這隊 他們一開始雖然有配對成功 但並沒有參加節目後面的拍攝 因為節目主覺得他們不夠有趣 但Damian跟Carolton突然分手 節目主才緊急找他們回來 所以大家如果仔細看第一季 成員們有些聚在一起的片段 Kelly跟Kenny是沒有出現的 而且他們也是在結婚日前 就協議好要一起索弄 但後來節目主播出的畫面 是Kenny在婚禮前幾日預錄的影片 經過惡魔剪輯之後 才會看起來像是Kenny無語錦被Kelly甩了 相信有看過我影片的觀眾都知道 我一直在強調 看真人秀千萬不要走心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節目都是有剪輯過的 第一季的內容透過剪輯 改變了很多事實真相 那同樣的在這次的新集數中 節目主也很有可能為了節目效果 對部分成員惡意剪輯 這樣觀眾才有討論的話題嘛 所以我對真人秀一直保持懷疑啦 好像除了真人出演之外 沒有什麼事情是真實的 但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毛婚賽已經確定在拍第二季跟第三季了 之前毛婚賽的懸角海報也有在網路上流出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接下來新一季的播出囉 今天的資訊量很大 我知道如果有新的消息 我也會更新在自己留言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討論 你對這部實境秀的想法是什麼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追蹤我的Answer 還有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說實話雖然After the Outer 很像Jessica的洗白大會 但我還是不能接受她在第一季 餵她的狗喝紅酒的事實 然後Amber有在她的Instagram上發文 雖然她在節目上看起來 跟Diamond和LC吵得很兇 但實際上她們在節目的最後 還是有玩在一起 也沒有太多的不愉快這樣子 所以就像前面講的 節目上呈現的不一定就是真相 我們就時刻保持懷疑啦 我順便跟大家分享 下一集就是你們期待很久的 欲罢不能巴西篇